大家好,我是马丁 最近我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回应 说他们曾经失败了 黄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到底是应该要加更多的成金粉 还是要换另外一种成金剂 今天我想要来探讨这个问题 并且我还要实验另外一种燕金水 也就是蜂蜜 首先我有两杯网水 这两杯网水都是用来处理浸泡杯子里的386 CPU 深色的那一杯是第一天用来浸泡CPU的 而金黄色的那杯则是第二轮用来浸泡CPU的 现在我们用氯化雅锡来测试两杯网水的含金量 我们用氯化雅锡来浸泡CPU的一杯网水的含金颜色 我们用氯化雅锡来浸泡CPU的一杯网水的含金颜色 结果深色的那杯完全不含黄金 而金黄色的那杯则立即变色 同样是处理同一批CPU处理器 为何一杯网水会含黄金 而另外一杯则不含黄金 网水会同时腐蚀黄金与基本金属 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置换反应 活性大的金属会让刚刚融进去网水的黄金 又变成海绵金沉淀在烧杯底部 我的CPU没有经过脱金的步骤 上面掺杂了很多高活性的基本金属 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杯网水只溶解了基本金属 而没有溶解任何黄金 通常我在加入成金粉之前 一定会先用氯化雅锡来测试黄金 到底有没有溶解在网水里面 但是制作氯化雅锡比较麻烦 有些网友省略了这个步骤 我在YouTube上看到了用蜂蜜水与小苏打粉 来测试黄金的影片 今天我们就来实验一下效果如何 第一步先将小苏打加热 小苏打会分解成碳酸钠 接着再将碳酸钠撒到汤匙上的网水中 再将小苏打开 最後再將一點蜂蜜水加到網水中 我們可以看到含黃金的網水顏色漸漸地變深 而不含黃金的網水則完全沒有反應 我們再來實驗一次 但現在這裡有很多雲 雲 蜂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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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蜂蜜的反应不如氯化雅稀快速 但是小苏打与蜂蜜在超市就可以买得到 相当容易取得可以当作客难的燕金水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